不断烦恼 你怎么能接近 断烦恼多么困难 你想想能断得了吗 那断不了烦恼 你就永远不能特离六道轮回 在六道轮回里面 肯定你在三土的时间长 你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 这是一切经教里面所说的 可怜明哲 这众生可怜了 谁给你受的这些苦呢 自作自受 没有人 在那里设计 在那里建造 在那里至今没有 完全没有 是自己业力所看的 善意 三善道受宰 卧衣 三善道受宰 这是私事真相 佛帮助我们 劝导我们 不要造业 不但我也不能造啊 善意也不能造啊 为什么 出不了六道嘛 善我业全放下了 心清净 六道就没有了 啊 啊 那么今天 佛常常劝我们 断我修善 那善还要不要修呢 善要修 我要断 这里面呢 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 会断的人 断我 不着断我的相 修善 不着修善的相 啊 大乘法里面 所谓三轮提空 这样修法 你的进步就快了 啊 你可以把修学的时间 大幅度的缩短了 你超越了 如果折向 断我 着断我的相 修善 着修善的相 你的进步非常缓慢 经教里面有所谓 修善人 从促发心 修尘 是行为 要多少时间呢 要无量解 你看 多可怕 无量解 不是一个定数 它是活的 完全看你 什么时候救 啊 救不着想 去救 啊 放下 不是从死上放 是从心上放 啊 死 没有障碍 清凉大使 在花言经上 告诉我们 离世 无碍 世事 无碍 那碍在哪里呢 碍是在你念头上 其心 动念 分别 执着 这是障碍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要放下 有行 是 我 有行 这东西要放下